各位好 我是林真真 我今天想跟大家来探讨一个叫 shirana tsugiru 也就是nai这个字加tsugiru 他应该是shirana tsugiru 还是shirana tsugiru 也就是动词的否定 当他要加tsugiru 变成一个复合字的情形的时候 他应该是1还是2 就文法上边 我可以告诉大家应该是1是正解 而2的话它是新日语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种情形呢 就是因为nai这个字 问题就出现在nai这个字 nai这个字 这个题目就收入在我 NN3新日简一集到三集 文法过关密集当中的有一题 有一题 就是这一题 彼がこのrestaurantの常連にしては 店の人は全く彼のことを知らなすぎる 本当にじょうれんかしら 以他是这餐厅的常客来说 但是店里的人对他太不熟悉了 就是知らなすぎる 太不熟悉 也就是没有印象 所以说觉得本当に真的是じょうれんかしら 在这かしら的话 你们底下也要注意这个字 这个かしら的话 你会发现说我们的N1N3密集当中 常常会出现这个字 事实上 你如果仔细去看他的番組 他们的电视节目 常常在对话当中 女性会用这个字 这个字是放在字尾表疑问 他真的是常客吗 知らなすぎる 他才是正确的 为什么关线出现在nai这个字 nai他一词性当中 他是有两个身份的 一个是注动词的nai 他接续在第一变化的否定 不 那就是这个不 他才能接第一变化 另外还有一个字是什么字 不要忘记 他是形容词的单字是nai 在什么地方呢 如果说大家要复习 可以去看我2017年5月29号 所播出去的 化动词跟形容词的特殊力 一个动词的否定 nai 那这个的话很非常的重要 他就收入在我的n4 n5 文法过关秘籍当中 我都分别有写 因为这就是会牵扯到后面的复合字 还有很多应用上面 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所以说一定要讲 一定要讲 那他是一个特殊力 我们在这里的话 在n5过关秘籍的话 如果说有书的人可以去看一下 我是放在113页到114页 从耐一直讲到动词 从耐一直讲到动词 那在n4过关秘籍的话 我是放在69页到70页 如果有书人请你去翻 那耐 但是有没有 是不是一样 这也是很有争议 事实上是一样的 差别是在哪里 我们说过阿鲁他的否定 是阿那耐吗 不是哦 非常非常的重要 他的否定是耐 所以我才会说这个字 他是跨动词 跟形容词的一个很重要的特殊力 好 那为什么 耐的是 等于ありません 因为耐他是形容词 形容词他的进语 他后边当然加上了什么断定注重词 但是他就是第一变化 耐他的一个进语 那他本身是动词 所以是ありません 那既然耐等于ありません 耐他是现在 那他的过去是什么 那我这边就顺道一提一个 很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因为通常念到这里 大家都乱了 为什么 之前的动词会念到一个东西 也就是第一变化 加在后边的耐 那这个耐 其实跟这个形容词的耐 不能混为一谈 他是动词的 代表不做什么事情 他是注动词 他一个先决条件 前边一定会加动词 而这边的耐 他只是一个单字 他只是一个单字 但是以第一变化的话 在第一变化 也有人会讲 或者 那这个耐的词 就是什么 就是第一变化的步 但是他跟形容词的步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在后边一样有举例 举什么例 举 nomu的例 nomu nomimasu nomanai 就是否定 就变 nomimasen 那他耐是跟形容词一样变化 就变成什么 nomana kata nomana kata 这个非常重要 就等于什么 nomimasen deshita 他是助动词 但是照形容词变化 但是完全跟没有的形容词是不一样的 一个前面必须加动词 而另外一个是单字 这个概念一定要有 为什么 来这边就出现了 而且这个是 在日本当中常常有争议的 其实不用争议了 你看形容词 我这边有写 他是单字 他就是nai 好 形容词前面没有办法接在那个动词后边表否定 所以第一关他就叉叉了 那这边的话 我们说过了 他是形容词 同于形容词变化吗 好 就是第一变化的否定是同于形容词 好 像这个就是 sirnai 再加上siru 那我们说过复合字的话 他就是用 语干来加上了后边的字 后边的动词 或者是动词 他转成了名词形 那我们来抓一下这个nai 这个字他的语干 我们说过了 不这个字 他的变化是同于形容词 那在用言变化当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原则 就是语干不变与伪变 这样子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 什么是语干呢 他语干就是汉字的部分 语尾就是假名的部分 好像这种两个都假名的话 我们就要抓哪个字 他在变化当中 他是不变的 这个不变的就是语干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nai 既然同于形容词 那我们来抓不变的这个字 他过去试的话 就是nai 去i 再加上kata 变成什么 na kata 那一样 他如果要加动词的话 这个nai 就是去i加哭加动词 所以有这两个例来看 不变的是什么 都是na这个字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na这个字就是什么 语干 语干 所以说在这里 他要加siru 一样 sirana 就把它去掉 再加siru就可以了 所以na是语干 语干加动词 就等于一个复合字 所以就用sirana 再加上siru 这个概念 如果知道了这一个概念的话 就可以清楚了 形容词他本身是nai 他根本没办法接在 那个动词v3 洗漱之后 所以第一关就叉叉啦 那这为什么会发生这种sirana siru他认为是对的 上边他把这个nai 当助动词 当然用他语干来接siru 这没有争议 那下边这个会为什么会出现sir 那真解就是他把这个nai 想成形容词的nai 那现在大家了解了吧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新日语 就是他把nai 变成了形容词的nai 那形容词转名词是怎么办 去ijiasama 像说什么hiroza 变成一个程度 宽广的程度 nagasa 长度 nagai去ijiasa 就是这个长的程度 对不对 好 所以我在这边有写新日语就是错法 nai 没有当助动词的nai 再以形容词转名词的方式去ijiasa 所以才会有这个siranasiru的说法 所以这是错的 但是绘画跟书籍中都会出现 是日常很容易出现的新日语 所以要注意 考试如果有出题 要照文法回答 所以要选什么 siranasiru 所以在这里 就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下 那在我们这本书 这本新日语典 N1到N3 文法过关密集当中 有一些会连贯到N4N5文法的问题当中 他的句型当中有连贯到N4N5文法的东西 都会像现在这个样子一样 就是这个siranasiru一样都会挑出来特替讲顺便复习一下 那这个中的微妙就可以从这看出来 就是我才会说 其实惯用于的句子当中 你可以看到N4跟N5的文法 所以N4跟N5的文法 它是后来惯用于主句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基本的知识跟骨干 所以说请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 这些一些特殊例 那像这些特殊例的话 在我的N5跟N4该讲的都讲得非常清楚 那像复合字这一方面的话 在N4这边我另外多加了一个单元 就是195页 在动词的时候 它是转名词来加上了 后边他所要加的名词、动词跟形容词 那其他的用语干来加上 他后边所要加的字来变成一个复合字 所以这个很重要的概念一定要有 所以像这里为什么N4跟N4 为什么我是说N4是对的 就是因为语干要变成用语干来接上动词 所以说以耐来说的话 它是助动词 因为前面有个希拉 绝对不可能用形容词来接 所以这个耐绝对不可能用形容词 那就是怎么样 就是找他的语干 语干就是那 所以说去一加上Sgiru 跟去一加kata一样的道理 变nakata一样的道理 那这样大家清不清楚 应该清楚了 那请大家去看一下我这个新日简 这个N5的一个介绍 这个非常重要 请大家一定要进去看 那有课本的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看清楚 还有包括我N5后边所跟大家讲的特殊力 我的动词表当中有非常多的特殊力 请大家不要开玩笑 真的一定要看 还有特殊字也没有那么多 特殊字就语干语尾分不清12个 那这个我非常的可惜 99年给柠檬树的稿当中全部都有 就在我叫稿之后全部都不见了 却出现在后边出版的书 那编辑是同一位 既然他的书有代表这是正确的 是不是应该要把它补回去 我非常的遗憾 我只能说真的觉得非常的遗憾 是这么重要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再次跟大家叮铃 请大家一定要看 谢谢 那也请大家支持我的N5过关密集 N4过关密集 还有我的N1N3过关密集 我们是非常用心在写的 非常的谨慎在写的 所以请大家能够支持我们 这是一个一连贯的系列 那每一题的话我都有中文的翻译 然后还有注解 那请大家多多支持 谢谢